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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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主理主理 我们今天有些话给大家 其实我是一个 潜水渊 所以其实我是一个潜水渊 最近我没有攻上 所以我们就 煮猪食先 煮来煮去都是那些 不知道煮什么好 我们今天就煮醉鸡翼 我们现在看看醉鸡翼 要什么材料 醉鸡翼材料 当然有鸡翼 因为我买那盒鸡翼 所以就有鸡翼 其他有什么呢 有花雕酒 鹽 杞子 红棗 好 当归 心酥的 那我们的鸡翼呢 就醃一醃它先 那鸡翼呢 那鸡翼呢 我们就加点花椒酒 加点盐 加点盐 然后我们就拌均匀 然后我们就拌均匀 然后我们腌它一会儿 大概腌它15至20分钟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鸡翼的腌破了 那我们就煮鸡翼 现在 刚才我们就煮过的 一些热水的 那我们就把它煮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鸡翼拿去煮 然后刚才另外的四样东西呢 就是拿来煮个醉鸡汁的 但是如果你 直接连醉鸡汁都不想煮 去买完煮的醉鸡汁 完全没问题的 那撞快点 正在蒸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 煮个汁来开始 那我们放些心酥 挤一些当归下去先 那那个心酥和当归呢 让它浸一会儿 浸几分钟 那现在这个心酥和当归都浸一会儿 那我们就加上一些红组啊 杞子啊 那我们现在呢 就煮它10分钟 煮10分钟之后呢 就放冷 放冷之后呢 我们再加200毫升的花雕酒 如果你有玫瑰露的话 玫瑰露酒的话 就可以再加少少玫瑰露酒 也可以的 那现在这个就煮完10分钟了 那我们就倒出来 放冷它 那现在就过了10分钟了 那我们 就可以看一下那些鸡翼了 那鸡翼就够了 那我们先前预备了一些冰水 放在那里面 那就过去冷我 那这样皮呢 就会脆一点 放厚一点 那现在鸡翼就凍了 那之前准备的酥鸡汁都放冰了 那我们就可以放它到酥鸡汁那里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浸了 最好浸 一定要浸过面 那整只才会入味的 那整只才会入味的 我们关上盖 它 接着放入冰箱 那我们就浸它最少浸 8个小时 6个小时 6个小时 8个小时 那我们现在的酥鸡翼呢 就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放入冰箱 冰它一晚 或者你早上冰到晚上就吃得了 那我们先放入冰箱 好了 那现在这个酥鸡翼呢 就冰了一晚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来 可以吃得了 那我们现在夹它出来 好 那现在的酥鸡翼呢 就完成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按Subscribe Subscribe来有个铃铃的 按下那个铃铃 那我们有新的影片 就会通知大家的了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关上它